关注甜蜜君看剧更精彩 大家好,我是甜蜜君 宁安如梦,非常期待的一部古装剧 由白鲁,张灵鹤主演 原著昆林很精彩 人物都塑造的很有魅力 作者文采很好 基本上是感动得含泪看完的 导演是朱瑞斌 他的作品有香蜜层层镜如霜 与君出相识,长歌型 轻银质都非常出彩 这部剧是一女三男的配置 心情演绎两世情仇 前世的女主将雪凝生四坎坷 她本是江虾嫡女 被小妾换走后在香野田间长大 后被接回家中 亲妈跟她这个妾养大 且行止出格的女儿并不亲厚 她敏感又缺爱 渴望得到别人的关注 也想满足不该有的妄念 不得手段谋取权势 费尽心机当上皇后 践踏了无数的真心 最后却发现误入宫墙 繁华作茧 这昆宁宫 终成了吞他谷 上他命的坟墓 这一切就像镜花水月般的一场梦 幸好上天给了她一次重来的机会 她发誓痛改前非 弥补前世的遗憾 从生后 他决定远离黄泉 做一个简简单单的普通人 走遍山河看看世界的别样繁华 他改变了一些事 但似乎被命运驱使 又回到了那个不想去的地方 皇宫 莫名的 事情的发展脱离了他的掌控 男主谢威 一个让人心疼的疯子 将雪宁说 倘若你杀过我呢 他递给他匕首 来 杀我 他是两朝帝斯 看上去不染尘埃 永远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 苏丰朗月式的高洁外表下 藏着一颗利器横生 富满杀戮的心 他天之聪明 能力超群 信奉弱肉强词的丛林法则 因为阴暗的童年 他隐藏面孔 暗藏心机 他虽厌世却无野心 背负着仇恨 却没让自己成为仇恨的傀儡 他跟江雪宁不同 江雪宁从小一无所有 他是拥有一切又被剥夺 一瞬间将他的骄傲记得粉碎 让他彻底明白 所拥有的东西 也会失去 所以爱上江雪宁又不敢靠近 他对她的爱贯穿前世晋升 江雪宁厌恶她 惧怕他,他就故意疏远 最大限度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因为自小缺爱 所以也不能好好表达自己的感情 以至于前世江雪宁到最后 都不知道他是喜欢她的 对于江雪宁 他爱的卑微 不断吃贪又不断逼迫 嘴硬又傲娇 哪怕心里再动容 嘴上功夫却仍不舒分毫 在他们缠绵翡彻的时候 他问他要不要成婚 他没有回答 可他已不敢再问第二次了 因为他算尽天下人 唯有不敢猜测江雪宁的心意 知道江雪宁不喜欢他 经常说话算溜溜吃所有人的处 因为他没有资格 你喜欢的不是燕灵 是张哲 燕灵知道吗 江雪宁以为前一世 他给的那把匕首是让他支枪 施则是让他保护自己 让他杀了夜里去他寝宫 欺辱他的燕灵 在他自吻后 谢唯万念济灰 也随他去了 把他的金布瑶和自己的匕首放在了一起 但是谢唯对尚未得到 就已经失去的爱情的最后见证 谢唯验证成事 对着天下的凡夫属子墨不关心 每日耍念 霍孔子那一粥两饭 鸟鸟烟火 他还活着 只不过是因为江雪宁还在吧 后来 坚定自己的内心后 谢唯开始了一系列孔雀开平的操作 做云片膏 生日的长寿面 最终攻破江雪宁的心理防线 接受了他 跟他有了两个孩子 张哲 才华横溢 一生轻症 出于你而不染 是江雪宁的白月光 他前世很自私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不是好人 张哲对他来说是一种信仰 心中的一方净土 他是行步是狼 前一世为了江雪宁 违背了自己的原则 痛死母亲 后卷入皇室的纷争中 这一世 他和江雪宁一样 带着前世记忆重生了 选择和母亲相依为命 他终究过不了自己的心坎 再也不能和江雪宁成为恋人 上一次江雪宁为了救他而亡的 他贪生 却在生命的最后 为他交付了毕生的勇气 为了保住他恳请谢威 以我一命换他一命 放他一条胜路 所以他对江雪宁是愧疚的 他俩双向暗恋 却没有在一起 谢威曾酸溜溜的问江雪宁 你和张哲两情相悦 为什么没有在一起 江雪宁回答 白痴有戏难弥合 江雪宁前世乃至今生前半段 都倾心于张哲 他前世临终前 曾派人给张哲一支绿梅 还他一次清誉 如绿梅绽放 可谢威忌妒 把那支绿梅扔在地上 慢慢踩碎 张哲最后看他们一家幸福的样子 孤苦一人过完一生 这是他的选择 也是他的结局 燕灵 京都城里最肆意张扬的小侯爷 鲜衣怒马的少年郎 与江雪宁是青梅竹马 年少时代他极好 什么事都为他料理妥当 一直宠着他 爱着他 护着他 他将全部的爱都给了江雪宁 曾以为宁宁一定是他的 他都想好了 等过了20岁生日就娶她回家宠着 他说过 我宠出来的 自有我来娶 燕灵的爱是吃热的 是明目张胆的偏爱 大概是缺爱 江雪宁心安理得的接受了这份偏爱 却在燕灵一无所有的时候 云淡风轻的说他想要当皇后 要嫁给别人 他因爱深恨 在流放归来后 便软禁他 报复他 疯狂的强行占有虐待他 他爱的心碎 被虐得很深 他想当皇帝 只是想圆了江雪宁的皇后梦 让他做自己的皇后 这一次 江雪宁决定弥补上一次的狠心 一直小心温柔待他 在他流放的时候暗中接济 燕灵后来梦到了前世对他的伤害 很是愧疚 在灭了皇帝后 拿着玉器 用一种极轻的声音哄他 是我错了 我再也不要了 再也不拿了 都还给你 好不好 真的很好哭 经历了两次 燕灵的爱从未变过 最后 他成全了男女主 有副边关 大概是眼不见为劲吧 海报的细节 海报里 江雪宁在豪华的宫殿内 伸手像一名男子 也就是皇帝 他身后的宫墙外 是三个爱他的男人 些微谈着情 一副冷酷的样子 正如他一向对江雪宁的态度 他儿子并不擅长情谊 执着的苦练情趣 最终修成翘楚 他也教过江雪宁弹琴 后来为了救他伤了手 就再也不能弹了 在那次之后 也让江雪宁放下了前程过往 真正接受他 谢薇头上是一只凤凰 凤凰也代表着皇后 江雪宁前世是皇后 他一直把他放在心上 前面还有猫和蝴蝶 谢薇怕猫 一开始江雪宁还有猫吓过他 后来见到猫 江雪宁会下意识把猫抱走 张哲手里拿着白磁瓶 磁瓶上有明显的裂痕 江雪宁说他与张哲的关系 就像白磁有戏 所以没有在一起 有了裂痕 即便修补了 也有一道痕迹横更在心中 他在些微面前或许能做个小人 但在张哲面前 就算内心起了一点坏心思 都会觉得无地自容 他们互相爱慕 都记得前一次的事 归咎与自责 横更在他们之间无法跨越 他的温柔与原则 让江雪宁爱上了他 也勤勉于此 燕磷拿着好吃的 笑得很开心 他是那个捧着一把包好的松子 站在原地守护着凌凌的燕磷 带着他男伴女装玩遍京城 毫不掩饰对他的喜欢 燕磷手上的剑 是将雪宁送给他的礼物 这部剧剧男美女赏心悦目 白磷和张灵鹤在戏外感情也飞出声温 爆出恋情之后都没有辟谣 张灵鹤生日的时候 白磷还大方送上祝福 这对CP 戏内戏外都很好嗑哦 我是甜蜜君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